他得不到適當的保存、處理或破壞 他的損壞、他的破壞的 反而比各位擔心的出塞的負面的功能表白得好一點 我是這樣看 剛才委員這樣建議就是說 如果說你回到平台去 照這個情形 平台明年也頂多把你看了一百千、兩百千不得了 那種的看法可能就不是這個李委員剛剛提到的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先把要能夠進行的先把它拿出來 那初步看那也許會有移出遮探 但是你這樣去做你要進行的可以加快 那對文職保存的正面意義應該會很大 所以我就說我們在今年 不要去寄望明年那個平台要怎麼動 那今年現在的出塞有什麼方式的作為 我覺得我還是建議就是文化局在這方面 可以自行來規劃一下 比如說如果剛才照明委員講的 能夠一場車子這樣出去看 先看外觀 那停了五分鐘、十分鐘 又不耗費時間 那能夠篩除最後集中到 假設剩下五百件 那個動作也會很快 那個要跟主席報告 你出塞如果當然是叫所有同仁 下去 剛剛有老師講騎摩托車從門口看 那可能 一天早上大概看個十個、二十個 可是這樣子 其實沒有什麼 人家會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 這種看法 那我們大概有老師下去了 那個才有法定的公信力 那一天早上我覺得大概五間 五間最多了 而且那個地方還要集中 對 然後那個作業 其實跟那個 我們現在去看那個十五條 是一樣的模式 一定是先作業 拿到資料然後去看出塞 我覺得一個月 也走到 你現在再加上十五條的牌 大家覺得我們不容易 你看如果十五條一個月 看二十處 我們大概已經都能養麻煩了 所以現在講的就是兩派相權 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到好 那可是你因為時間過得長 搞不好對文資的損壞更大 那你漏掉 你先把它開除掉的部分 主席 還有錢包的資格 主席當然 站在我們的立場 還是希望保存的立場多 保存立場多的時候 其實包包老師 就希望那個留下來的多 留下來多 其實篩掉的並不會多 你看一下篩掉最多的是十五條的方式 那個都已經還沒有列車去篩 那老師都還是希望保留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 已經有列車了 其實它應該是要一個作業細節 以後爭議才會少 所以你現在列車百十年度是更糟了嗎 那是因為過去都沒有文資法細節 現在細節還沒有出來 只是說要去仿視 但是仿視作業要點是沒有的 對 剛剛 剛剛有時候他們就是說 當年中間大學做 社交中間大學做過 那時候我跟陳佳一所做的 可以到晚餐 你就要打出日式建築就出來 那個報到晚餐 那個時候我們怎麼做 因為那個壓太多了 所以我們是用麥品的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找到1945年的土 可能1993年的土 一直找到1960年代最新的古道路 我們從那個麥品然後去過了一個篩球 然後去那個南牛 然後我們就找一個助理 到現場去看 那個建築還在 就把它勾起來 就這樣就把它插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不是做按照文字法 它有標準 同時說日式數字 它有多少在文化學 然後後來到了文化學的時候 再經過當期的導致 拿到我們那個文化 再去做一個建築 所以那個根本不是 照目前的文化 是讓我們把列車標準去做的 所以我剛剛講 它是文化做的 也許那些店子 老早已經開幫人家拆掉了 因為以前列車的東西 第一類的想像很重 老百姓自己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所以把改變去改作 我們知名也有效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 還是希望 有個派遞成功的東西 就把它改進 不過的話這個量 它可能不用再做 所以概略性的篩選 你們還是堅持要明年的平台 這是不是浪費時間 主席跟老師 現在概略性的平台 也要標準 對 那我去 對 就是它的標準 一樣要下去看 那看的以那個 你看喔 如果一個月 一天看 這樣平均下來 20到30處頂多了 你說概略性 對 還是要標準 重新去看 這委員去看 真的是委員 我意思是說 現在標準還是沒有 那你已經不看了 老師 你那已經有列的標準了 對啊 老師來回答 這個標準 就是文化資產的價值 我們就有在文化市場環環的影響 那我們現在頂多幾個 看幾個 它有沒有連載意義 這個我們一看就知道 這是五明年再開通 它是五明年開的 然後這個類活路這個開通以後 這個類造路都比較高 它已經是地下區 然後它後面一大堆都是 我們都知道 很難點 乾淨已經剝落了 到岌岌可悔了 所以它把這些東西都採掉了 樓廷這個 然後目前像一個這樣的建築 一面空母一物的東西 然後外面就是這個樣子 不管在建築史上來講 不管在歷史上 或者它本身的教會史上還在講 它都講不出來 我們不一定要把它列文一線 所以如果是按照文化資產環環 本身這幾個來向它去審視一下 根本沒有什麼樣子 我想事實上 類似這種東西 那我想在成都區的這些 就是建築比較多 有到老早就已經被材料都知道了 那這樣的話我就覺得就是說 剛才我想這個初步的過篩 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雖然我也不反對 有原案的老師再去檢視一遍 也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的 我想文化部份要求的要求 是按照現行的法律 但是我們這老實在現行法律 沒有 就是他剛剛講的 現行法律也沒有作業的程序跟標準 沒有 現在還沒有出來 沒有的話 可能這個部分 就是說現在列策 它也沒有它的價值 其實主席剛剛講的就是我講的重點 如果可以授權到同仁去看 它一定不是老師的標準 不是不是不是 現在就算是同仁或老師去看 照你講的都沒有標準 對 剛才老師講的標準是文化資產的標準 很清楚 不是列策的 對 列策沒有標準 現在 現在你叫老師講的沒有 因為現在就是我們要檢除 就是說 一千多個列策的案件 會有困難 它怎麼處理 因為老師用文化資產的標準的時候 同仁沒辦法用 老師 來 那個 我剛剛其實有建議 就是因為 對建築物的價值的判斷 其實我們如果有一個機會 我們在這邊看到現場的照片 只要能夠看到現場的照片 我相信大部分的老師 其實就可以做出某個程度的判斷 因為在沒有資料的狀態之下 其實我們就是就建築物的外貌和現況 去進行判斷 那就是剛剛那個薛老師提到的 從各方面 不管是建築史的價值 歷史的價值 其實都做不了面的判斷 那以這棟廣坊的為例 因為建築堂其實它是公共建築 所以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它會跟一般其他建築物的類型 其實在判斷的時候其實就不太一樣 那這個城市其實我覺得同仁不太適合做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只要能夠蒐集到我們當時候那2000棟的那個現況 因為已經過了17年了 那這邊我特別補充一下就是17年前 跟今天我們在討論那個建築保存的時候 那個時候日式建築才剛剛開始談保存 那我們今天過了17年 該留下來的日式建築 我相信大部分只要完整的 幾乎我們去看一棟幾乎都會是歷史建築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10多年 跟那個國有財產的那個標售 其實已經大部分都已經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的跟那時候的時空背景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會建議再把現況資料能夠收集到的狀況之下 而這個部分我覺得在同仁上其實可以做 然後委託一個公正單位也可以做 把資料所有現況搜集到 然後再透過我們這個內部室內作業的狀態 有委員們三個或五個就放一棟一棟看 就跟我們剛剛那個陳辦同仁在放這些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在看 那這個時候在操作上我覺得就會變得比較快 然後也讓委員們有參與這個過程 是不是會比較投善一點 好 這樣子就是說我們就照剛才 尤其是最後張委員提到的部分的話 我們還是要去做出塞 要不然的話 剛才就想聽 不管是17年前或者說這個1000多件 他根本就沒有一些法定的定位 現在要去做現刊 按照現在的文字的程序 去現刊去做認定 很多會浪費時間 我覺得說張委員最後提的就是說 先把17年前的位置 把現在的這個狀況照片弄完以後 我們透過這樣一個程序 來看看有哪些東西可以除塞掉 具體的部分我還是請這個文化局 我們把它規劃一個程序或方法 我覺得說如果說我們今年能夠完成這個列車 所謂過去的打方的列車 去做一個篩選的時候 以未來去 不管是有程序上的規定或標準 都再去做大概不會有意義 要不然現在我們會懷照 大家這樣解釋 我都在想到我們今天這個刊的這個幾件 它到底依據或判別到底怎麼弄 對不對 現在我們還看不到用文資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來做現刊的判別依據 好像做的很多是浪費 我想這還是請文化局盡快規劃好 以後這個先把程序規劃好 提這個委員來做參考執政 另外以後我們就可以想辦法去找參員 找人力來做 先把這個列車的部分 那這樣的話就不會一直現在 每次不管是市長 我看每一個人聽了說你們講有一千多千 大概還沒講過說要十年 我看那會翻臉 我先把這個程序先把它搞定 讓能夠篩出的先篩出 這我們還是請文化局來規劃一下 那看看今天這個愛府 是教的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照辦通過 該建築的建築 該繼續走走 好 第二個愛府 可以保障鹽聚落 擴大保存辦為審議案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審議 全體保障 第19條 聚落建築群登入費審查 及輔助辦法第三條 及106年9月18日 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第97次會議決議辦理 代理情形一 本市聚落寶藏年聚落 位於本市公館地區 一周路三段南白潭之下 文青電西靠小歡迎三路 設定古籍寶藏年四位於本聚落範圍內 該需民國六十年初發展為 非正式住宅聚落 為光復後典型一住宅需求所自然發展出 由特地融移組成的文件聚落 本居於100年5月27日公告登入寶藏年聚落為本市聚落 他目前由本居辦理寶藏家園 由財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辦理 國際藝術春集台北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等 相關在利用使用 文集會員106年4月20日提報寶藏年聚落入口銀行聚落提報表 查本提報建物位於本市寶藏年聚落入口處 據甘疑告白指出公館地區小關英山水源地 一鄰近總統府之地人特性 所以發展為首都南方軍事要塞 現在的自來水源區公館停車場 之一符合橋下黃大面腹地 成為台灣北部防守區司令部之駐地 今萬聖西北岸保障園居落內求場 一代為所謂總統府縣兵禁衛營之訓練營區 除保障園入口處營房外 其軍方防設皆於1994年拆除 基金會並主張入口銀行與保障園發展有相同的失控背景 只是附近唯一未被拆除的軍事建築 及其保存價值應讓入聚落範圍 本案建物基本資料如下 它落入於中正區都州路三段230相比 第一號是中正區符合二橋段690億地號 創建年代約為1960年代 現況為限制 它的所有權能為台北市 管理機關目前為台北市政府公務局新建工程處 請向本局稅衣職權籌組聚落保障園擴大聚落區域範圍文資檢查專案小組 於1060年6月9月邀請本市文資委員一千郎等委員及提報人文機會 國際管理單位新建工程處及市府相關單位 召開本市聚落保障園擴大聚落區域範圍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談 請認為本案經提案單位表示 建物過去因為國防部2022級規復使用 請文化局提供建物所有權 本案經憲刊委員討論後 認為本市聚落保障園入口出二層樓銀房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建議納若保障園聚落範圍 待提供建物所有權再看以後續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移位保存各環檢視範圍 同意將6901號化入 未來有利於地上布置在利用環境之保存 正物為兩層位居小觀音三與符合橋之間 屋頂有置別設計居防守效果有居事建築特色 過去官兵駐守此地再控制台北市區 東南角之進入門戶 有城市發展過程之重要性 建物保存良好 僅表面橫刷剝落 門窗遺失 簡單整修應可恢復人貌 有關本案建物全屬 本局於106年6月15日韓景國防部 軍備局工程影產中心查詢 是否為該單位全屬之建物 該單位於106年7月16日韓復本局 該建物非屬軍官管有 本案前提送106年9月18日本市文字會 第97次會議審議 他結論是以有關公告種類為 其他資歷照屋部分期待確認 而令除本次所提入口 銀防納入保障鹽聚落範圍內之外 請文化局調查本保障鹽聚落 民旁相關軍事設施 一同納入聚落區域跟範圍 未確認保障鹽聚落周邊軍事設施分布情形 本局於107年4月18日邀請保障鹽聚落 周邊土地管理擺設相關單位 然後跟本市自來水處提報人文集會及 跟相關單位召開本市聚落防障鹽 周邊及地地上戶勘察 結論一本次會議堪清自來水園區人員 說明及實體勘察 發現三處疑似軍事設施 指均位於台北自來水收費園區內 小關殷山生態登山步道旁 駐落土地中正地區符合 關和小關685-12-685-32等量比例好 中長 曾會看結果請發現 三處疑似軍事設施系屬零星分布 且駐落土地與古蹟台北水到水源地 亦有所重疊 建議該三處不納入聚落範圍 本案續1106年9月18日 本次第97次文資會會議委員 意見修正提案內容 減負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相互進行行為的參議員 這個是本局100年5月27日公告的 聚落資料請委員參議員 這是那一代的地籍性情圖 100年5月27日的公告 是劃定中間區符合大賀小竿690-694-695-1-695-2D號為居落的範圍 然後一個紅色光光的區域是入口銀房坐落的土地位置 那就是他現在的身旁地極地形圖 他現在是個二層樓而已 然後這是他的現況照片 這是他木層的外觀 然後這是他頂樓的部分 這是他室內的照片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偶爾是光滌濾濕 所以證明他是一個軍事設施 那這是其他的一些照片在行為點參觀 然後這是在107年4月18日 我們去那個現場會看附近周邊的軍事設施 那有發現大概三處 三個就是零星分佈在685-32跟685-12的位置 那第一個地方是看起來像是一個防空洞的建屋 然後裡面有一個小平台 他位置臨近5G的去省其 然後第二處這邊有 第二處跟第三處都有發現一個小小類似哨站的建屋 那都是在很明星的分佈 那這是那個入口銀房的文資評估報告 這是他的公告資料讓他請委員參觀 那這是入口銀房的基本資料 讓他們也訴訟過這行為的參觀 那他的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依文資法第八條規定 依由所有人或管理機關編列預算 按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 未來管理維護由文化局委託辦 登陸範圍之影響評估 建築位於寶藏園聚落區入口到路旁 建屋目前閒置擴大登陸範圍不影響 在馬州跟區域人有使用 那這是他的一些歷史組織 從47年開始 那我們在62點的時候可以看見有 這個熱嘴人這邊可以看見那個銀房出現 然後之後的照片就沒有太大的變化 禮拜本案擬起統一變更聚落保障人區域範圍 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1條規定 變更文化資產類別為聚落建築群 及補充總類為其他近代宿舍及眷村 公告事項一類別聚落建築群 二名稱保障人聚落 三種類其他近代宿舍群及眷村 至聚落建築群區域範圍畫定及面積 每100年5月27日公告區域範圍畫定為台北市 中建區符合段二小段690、694、695-1、695-2地號等4比土地 土地面積為21,285.63平方公尺 變更為台北市中建區符合段二小段690、694、695-1、695-2、691地號等5比土地 土地面積為21,720.63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新增理由及法令以寶藏園聚落入口建物會處台北 盆地南側產竹山與小關銀山之間進入盆地之愛口 原為居方駐守核跟防禦監營 房屋有識別設計、聚居式建築特色及城市發展過程之重要性 而正物與寶藏園聚落的發展有相同時封背景 移民大陸聚落建築群的具體範圍 他們能夠法令情緯的參考 以上報告 這個 我們現在既然是居樂建築群 它就沒有種類 沒有種類 因為這個種類它是按照第一目、第二目的 沒有實力是建築跟國際 所以建築群沒有種類 以上 這個 達標應該沒問題吧 其他委員還會指教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照委員修正 這個 其他那個 他如果把那個 停帶輸設計放在 類似的後面 類似的後面 可以嗎? 不必嗎? 因為它裡面有飼料 有類似的 種類似的 種類似的 好 我們就到這個 學委委員的 原因修正 我們看一看 審議案2 案由北投區 增延中石 附建築局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本案依據文職法第17、18、60條及相關職法判明 判明 判明情形1 本案的姓名中在106年5月14日上 提送那個 武器 律師建築的 提報表資本局 那本案的標定 包括 魔法大師寧石窟及 大師波濟湖東寧王石窟等 兩祖窟 以及其附屬設施包括 法大師紀念碑大正傳 石石柱子 東農 殘跡參道 其台灣要永遠幸福池等等 屬於日治時期 日治宗教在台灣之城縣 建物群做的土地為 北投區 重陽段一小段 116 420第一號部分 而土地所有全屬 國有 管理單位為行政院農委會的林務局 土地分區為保護區 而本案的考量在 提報期間 因為有多群民眾 有破壞日治時期文物的情形 加以本案的石碑 有出現新破壞的痕跡 因此為了避免有幸的自在去破壞它 並由本局 依職權啟動文字法 第17、18條 啟動文字審議的程序 在106年7月6日 邀請民副國委員 憲勒委員 王慧金委員 及事件委員 辦理文字價值的專案小組會刊 會刊結論是 委員認為 本案初步判定具有文字的價值 那皆依序將 會看意見及文化資產品 或報告送合為為審議 有關專案小組為意見的詹要如下 一 這名中的石窟建築群主要有二 一位1910年的紅髮大師岩石窟 以及1926年的波切不動民館石窟 而在這個周邊還有奉獻的石柱 石燈籠參道 紅髮大師的紀念碑 還有這個台灣也有永遠幸福的石頭 那另外有1925年興建的石船 那呈現了這個日治時期的佛教石雕的記憶 具文化資產的保存價值 而專案小組的栽要意見二的部分呢 是在於說這個石窟建築群 跟新北投既有的文化資產 荒花普吉市、葡東文化石窟、善關市等 這個宗教的建築 與這個日治時期的美濃溫泉的開發有關 讓它見證日本人在宣揚國教所留下的一個歷史過程 具地方歷史有化的意義 檢戶本案的座標圖、地形圖跟紅照圖 那這個在那個還有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而坐標圖是在本局跟那個地震事務所所所出來的一個 這個安倫大致的一個範圍 那依據這個範圍呢 本局在這個地形圖上標示出它的一個大致的位置 而現況照片部分呢 紅髮大師岩石窟的位置大指在坐標的標示位置上 他的現況照片如右方的照片所呈現的 這個照片是從參道網紅髮大師岩石窟的照片來拍照的 紅髮大師岩石窟在題子是明治十三年的